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局呢 比赛就是现在要跟大家摆的这盘棋 第四盘呢 我是按这个抽签的结果呢 我是直摆 然后是拿黑棋 现在呢 局面已经进行到第三十三手 黑棋刚刚这一打赤 现在的局面大家可以看出来呢 黑棋的实地比较多 这个角 左上角是黑棋的 这个 右下角也是黑棋的 这个 也是黑棋的 那这个角呢 黑棋也站着在 那么 基本上黑棋已经站了四个角 那么白棋呢 除了这一个拆儿之外呢 就是一个宏大的外势 如果这个棋呢 呃 从这个外势来说呢 恐怕要飞这个 这样的话呢 这个外势呢 显得非常的大 但这样下法呢 可能没有把握 为什么呢 飞棋可以利用这个子的接应呢 在这一旦呢 有这个 这个 这个牵手 或者说它直接走在二路上 你走这个 它长 这个拆儿 还有可以在上面浅销 另外可以从上面掉 这个 黑棋下滑很多 飞棋可能会不理那边 而在这儿补一个 这样的话 全局可能白棋就要 落后了 实地可能就要落后了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刘虎让你选择的话 你走哪里 是围这个空 呢 还是 商業艾 Bio 不保险 对对对 是要挂脚 这样一挂脚之后呢 首先把这两个字给它分开 分开之后 其中的某一个字呢 就会是白旗的这个攻击目标 如果借着攻击 把这个空围起来的话 那白旗的形式就非常乐观了 这个空呢 虽然这个看着是不保险 但是如果一个一旦通过攻击 比方说在这一旦 这一旦都攻击上走上子的话 那这个空自然而然就围起来了 所以呢 白旗就采取了不围这个空打入 这个挂脚之后呢 把它分开了 这个时候黑旗的 就要先应付白旗的这个攻击了 就好像想先挡一挡 黑旗 对 对 普通的话是走底下 但是现在呢 由于有上面形式的关系呢 就要走在上面 下面一步白旗非常重要 如果普通的拆翼的话 黑旗跳也可以 从这儿跳出来就可以 就可以不走了 所以 这步旗呢 有它这样走清零的 这个招不能下得太 就是我们讲什么 不能太温柔吧 要下得积极一点 白旗走这个 黑旗这边拔了 由于白旗是走这个 黑旗可以拔了 为什么呢 假如白旗断 黑旗可以拂压 这点一个 点一个下一步旗 可以连根 把这两个给分开 那么黑旗呢 这两个就连上了 那么也说这个 一点白旗绝不能 让黑旗走成这种样子 必须 挡住 那么的话 你如果一挡 黑旗就 一次 白旗一尝 贴一个 对 贴一个 好像这个旗能跑出去 充斥 但是呢 黑旗一滚 这白旗一提 黑旗再大吃 这白旗是 惨不忍睹的形状 这也要搬下来 这个籽 接下来的话 也太重 所以这个不能断 白旗拐了 白旗拐了 黑旗 虎的 如果接上的话 这个形状就显得 略微有点笨重 虎一个显得清零一些 虎的话 那这儿就有出动的可能了 因为这黑旗 已经比较 联络比较牢固了 所以白旗要补一个 这补呢 有两种补法 一种呢 是走这个 考虑着边角的空 一种呢 是走这个 走这个呢 就是考虑到中央 这地方 黑旗稍微占一点便宜 就 可以忍受 为什么呢 如果你走这个 至少黑旗 这个是先手 这对于白旗来讲 这个有一个籽 对这边 有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白旗压主 黑旗 鼓下来 白旗 对了 为什么要鼓呢 如果不鼓 这个点就不成立 这个点是白旗一直想点的 点这个不是刚才 大家看黑旗有这道旗 所以不能随便点 要先尖 尖了之后 再点就厉害了 如果黑旗 白旗就断了 黑旗即便充斥出来 白旗一路退出来 这儿 黑旗冲下了白旗打个骨口 所以 没有问题 这时候一尖 实际上是先手 要 要这个点黑旗 下面黑旗下了一部疑问手 黑旗是刺的这个 这招旗有问题 这个刺的冲断 对白旗来说 假如黑旗冲断 白旗退在外面 或者顶住 黑旗都 这个人依然是死的 这个刺还是成立 没补上 还没有补上 所以 这招旗恐怕 如果要走的话 假如要补的话 可能是 搭住 如果不补的话 那么就 可能要在外面 镇住 这个刺就让白旗刺 刺就接上 也没什么 那么现在刺走在这个地方 就产生了 非常复杂的变化 由于黑旗的这招 给白旗可乘之机 白旗是 电了一个 电 黑旗冲 冲 白旗搬 黑旗非常难受 挡住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不挡 接上 就被白旗先手搬一下 黑旗 很难受 这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样 白旗一般 黑旗不挡住 这病了一个 那么白旗这个交换 虽然吃亏一点 但是 黑旗这个病 太呆了 太呆板了 那么白旗争得先手 这个 这个脚的空 变成 一点都没有了 白旗这增加了很多 从实地上来讲 白旗也不落后 所以 黑旗这个 接是不成立的 考虑到 真胜负 就顽强地挡住 但这个挡住 白旗吃 黑旗 不能接 接白旗 从那儿就冲出来 白旗不是提这个 从那儿冲出来 那么 黑旗 如果直接打结 这样打结 黑旗 白旗把结打赢了 这一段 全死了 也就是说呢 他为了打这个结呢 不能吃这个 如果吃在这儿 一手就提了 还可以 他现在呢 为了那个 有结材 只好接在这儿 那么这个结就变成 白旗 不疼不痒的结 如果白旗 结输了 黑旗沾上 对白旗没什么影响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结 对黑旗来讲 黑旗 负担太重了 黑旗非常重 因为黑旗输了的话 白旗把这个一接 黑旗 如果不补这个的话 白旗一病 他只好粘住 那这块旗都没活 这个形式对黑旗来讲 非常的 不利 白旗一提 这一看呢 白旗没有什么结材 所以黑旗改于这样下 那由于这个 这个结对白旗来讲呢 白旗有相当的 这个 充裕的 这个缓冲余力 因为这个结 马上 黑旗对于白旗 没什么手段 所以白旗 这要脱脚找 脱脚 脱脚找些 黑旗长 黑旗现在不能粘住 粘住白旗搬起来 那肯定不行 白旗提接 黑旗断 这个断呢 也相当的损 本来呢 这个旗呢 它可以一顶啊 这个籽就跑掉了 为什么呢 你接住 你挡住 它就搬过 如果你退 它一断 这要吃 这要搬 这要冲 白旗就很难两拳 这个籽呢 实际上一顶就跑了 我当时准备 如果它顶的话 就准备接着 让它跑 实际上它是不敢跑的 因为这个旗被白旗接 让黑旗垮了 来不及走 来不及走 现在呢 黑旗为了打结呢 把这个送进去 这个实力损失很大 白旗是吧 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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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然的话呢 黑旗这个是先手 就算你补一个的话 这个先手已经 沾了很多幕 白旗飞进来 那么 这个 白旗的幕呢 已经很大了 这时候黑旗 打输这个节的话 全体 负担就更重了 因为它又多了一个 黑旗可是不能接 因为这个接对白旗 不关痛呀 这等于是咱们用这个接了的话 判断一下形式的话 白旗这个边 比黑旗这儿 加上这块都大 那么这儿有一个 这个柴儿 有几木旗 它这个角上 黑旗 白旗一搬 这个角就活了 所以这个 跟这个呢 如果加上天幕的话 白旗还占优势 那这儿有一大片形式 跟这个角比的话 白旗是 撤撤有余 而且 这个旗如果像这样的话 白旗就 优势大了 而且该白旗下行的 白旗哪怕就这么 最稳健的 拆个一 把这块 牢牢活干净 随时准备这么活脚 黑旗也受不了 所以说呢 这些 黑旗为了争胜负 白旗飞一手 黑旗就打吃上来 但这个 打吃 这已经打输了 就是黑旗要 走了一手 又走了一手 所以打输这块 全体的不活 也是损失非常的惨重 但黑旗没办法 黑旗 黑旗是 吃这个是吧 白旗接着 白旗是半 这个旗如果黑旗提掉 那么白旗顶一个 再爬 黑旗还是 控不够 所以 为了争胜负 我们这里可以看见 这个作为一个优秀旗手 在发现形势不利的时候 要做最顽强的 这个抗争 像这个旗就是 虽然看到这个旗 这个白旗是很轻 黑旗特别的重 但是呢 为了争胜负呢 就是在他要 不太大的节的时候 也不能给 因为一让就输了 所以呢 要打这个 这几段 这几段 猴了一个 为什么猴呢 就是你要打吃的话 它还有一个两个节 你要是走这个呢 它如果想打劫多的话 那就要在里头送死 走一个 死一个 再走一个 又死一个 过一会儿 白旗不打劫 把它也吃了就行了 所以呢 这个段呢 就是实实 对方少一个节餐 嗯 还提 白旗地这 丁 黑旗长 白旗提 黑旗 在这 先找这 哦 先找这 嗯 白旗挡住 黑旗再提 白旗搬 搬 黑旗打 白旗提 这回黑旗 找这个节 白旗管吃 黑旗提过来 白旗 白旗接住 现在普通的话 黑旗 如果苦力的话 这个提非常大 因为说它下一手 一路一打吃 这个脚就死了 如果这个脚死了 里头走了那么多手 还死了的话 对白旗来讲 损失很大 但是如果黑旗走这个的话 那么 底下就开始 打针的打 超级大节了 旗 黑旗没有地方找节了 只有断 这断是 也是损木的 白旗冲 黑旗提 白旗就冲这个 这必须打 这个不挡 被白旗立下来的这里头 也损失四五十目 那么白旗提掉 黑旗吃 白旗提 黑旗提 白旗断 黑旗吃 白旗再提 黑旗唯一的只有这个节 扑 只要提 那么白旗就拐吃一个黑旗 就没法下 如果接上 这旗 还有节 接上还有节 如果提掉的话 已经找不到节了 这个节被打输了的话 大家注意啊 这一串黑旗 是一个 非常难处理的东西 而且这个地方 白旗还有 靠的手筋 如果接上 你尝出来 这旗非常难过 如果虎 白旗就顶过来 黑旗打 白旗冲 就吃掉了 所以这个节呢 黑旗是不能打输的 必须打赢 也就是说 在白旗搬沾的时候 黑旗 就不敢走了 大家注意啊 刚才说 虽然白旗用这儿的节啊 是很多 但是呢 用这儿的节呢 是一个这个 第一个 这一走撞气 第二个这一走 也损怒 所以白旗不 不肯在这儿下 那么 就让黑旗 这儿提了呢 白旗就争取呢 这个不是很薄弱吗 它一加的话就 就连上 这些都没有交换 这时候我们大致判断一下形式 黑旗的 这个脚 大概十目 这个脚呢 尖可能是算黑旗尖道的话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往这边呢 可能还有三四目吧 因为它跳可能先手 就是十三四目 像这个呢 就二十三四目 这两个子 这两个子 黑旗接上 有四目 白旗提了 白旗有一目 特别是白旗可能将来 搬 先手提 所以这地方黑旗 也有目数的话 就一两目 这就二十五六目 这个提的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目的样子 三十目再加上 就有一些间隔 也就是说 这个提 黑旗大概是 不到四十目 是不是啊 嗯 不到四十目 不到四十目 那么 白旗呢 这个是 这黑旗走的时候 白旗得接住 它现在 那个 是挡也好 沾也好 反正是 还没有把它提起来 刚才已经都提干净了 那这个肩呢 如果黑旗肩到 白旗是还要补量的 补量的 如果白旗肩到 你就什么都不补了 那么这目从这儿算 一二 它在打车接上 一二三四五 十五十六十七 如果肩到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一十五 十五加八 二三 四 这块九 四十目 十七加二三 四十目 折半算是二十目 二十目 二十目 这脚上大概 一二三 四五 六七 八目 八目是肯定有的 没有八目也死掉了 二十八目 这还有一些后 咱们现在后先不算 二十八目 这个地方十二目 也是绰绰有余的 直接的地方 二十二目也有 就是 这个间隔和它这个 所以这个棋呢 也是白棋的这个 明显的 明显的 比较乐观 因为这个 过了之后 这个薄棋 也没有 没有负担了 相反的 将来这个棋 比如说在这一带 一走之后 这个形势 非常的大 还可以 扩张这个 如果黑棋扩张上面 白棋就顺便扩张下面 这边 所以这个 黑棋现在就处于非常 被动 南下的 那个 局面 嗯 后来这盘棋呢 又进行了很多 嗯 进入到最后的时候呢 嗯 就是那个 关子呢 嗯 白棋又出了不妙头 我们就 把这盘棋进行到 关子的时候 再板 现在 这盘棋 经过激烈的中盘 刚才咱们看 已经面目全非了 刚才黑棋这边 可能城空的地方 已经是变成了 这个煤厂 开成了面厂了 所以黑的变成白的了 那么这边的 白棋 刚才说已经逃回去了 已经被黑棋通通吃光了 这边白棋的形势呢 也是沧海变凉田了 这地方黑棋 插入 把这个白棋的空 全都破掉了 但是白棋呢 索性呢 还是把这几个字吃了 嗯 不管怎么说呢 其进行到这儿呢 白棋依然保持 这个局面上的优势 如果普通的结局的话 黑棋就 稍微差一点点 无论如何 至少贴幕是不可能贴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这盘棋里头呢 进行到这儿呢 黑棋呢 就接了一步 本来 在这个之前 白棋拐吃呢 是不先手 那么黑棋接这个呢 是可能是一种胜负手 如果现在白棋直接出黑棋的毛病的话 那 白棋就一举获胜了 那么现在呢 首先咱们看退盘棋呢 从全局来看呢 幕术上呢 如果黑棋不接这个 在这儿补一个 那么 幕术上是 黑棋呢 落后 如果接上之后呢 就急剧的接近 这个非常的大 因为他接这个也先手 然后呢 这块白棋也受到黑棋的威胁 怎么个威胁法呢 也就是说黑棋一跳 当然是这个接先手了 接上之后 一跳 那么这块白棋不是就 只有吃掉这两个子 一个眼 再说为了做活 就必须走这个 拐住 吃 沾上 沾上 提 必须成这样的情况 成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边呢 就没有棋了 也就是说这招棋呢 它走了之后呢 这个断身 没有了 为什么呢 它一叫吃 接不归 所以说 白棋要想出黑棋的棋的话 就必须马上走 如果不马上走 它一跳 就没得 没有毛病可出了 实际上黑棋这招棋 是不成立的 可是呢 这个近年来呢 我这个 经常有这个昏招出现 嗯 就像这种棋 我以为是一样的 就顺手随手呢 就走了一个小间 如果黑棋就这么一跳 让白棋这么做活的话 这盘棋胜负还难预料 那么 成这样的棋 一接 一接 一跳 一跳 一走 一吃 一提 一走 白棋 无论是走什么 铁棋 一走那个 这时候白棋 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这地方呢 将来可能会有一点的 这个提示现手 再监住这个 咱们可以判断形势了 这白棋是十摩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加个六摩 二十七 这个是白棋先手 二十八 二十三十 三十六 三十七 四十三 四十四 四五 四六 四十七 四八 四十六 五十 五十一摩 这个提示先手 这刚才算了半摩 这提示现 这五十二 五十三 六十一 六二六三 六四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十七 加个六摩 七十七摩 黑棋是一二三 四五 六七 八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三 五 三六 四十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加个八摩 五十五 加个十摩 六十五 加个十摩 七十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十 八十摩墙 该黑棋走 黑棋这地方呢 还有半摩 白棋 这个才先手 所以这棋还很难 很细 白棋是不是绝对取胜了 我们还难说 这是我 自个儿 非常值得检讨的地方 由于 没有先走 先去走这个 无关紧要的题 实际上现在 就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 在这个时候 应该走这个 这也许是 使这个安好者们看到 是大吃一惊的 这条棋绝妙 也是这盘棋中 这个 可以说是 咱们以前古代 一个书叫 拍案荆棋 这个 这一招棋 可以在这盘棋里 应该是拍案荆棋 好像送死 但是 你仔细发现在一看之后 这个黑棋 无论硬到哪 这几个白棋 统统都跑出来 实际上一走这 这盘棋就 结束 本来白棋拐吃的时候 黑棋要补一个 而黑棋现在不补 把这个十几目 棺子连回来 说明这个 黑棋 最胜负的这个 也许黑棋是没看见 也许是 为了争胜物 必须得这样下 那么现在有两种变化 一种就这么一闷吃 这个白棋也很简单 白棋叫吃 黑棋一提 白棋把它一断 这个则钢筋连一块就给吃进去了 那么 如果 粘上 白棋一拐 黑棋一粘 白棋再一拐 两边 就是我们俩的家 两边都要通上 如果黑棋通这个 白棋接到这 白棋先手 就白棋把它都吃光了 如果黑棋接这个 白棋接这个 那么白棋仍然是先手 因为这一接 这个黑棋全死 就是 这种死 它不是转换 是白棋干吃黑棋 所以呢 这个一跑出来 等于 黑棋就不行了 而白棋呢 没有从这个 没有马上走 接着给黑棋 绝好的机会 黑棋应该 先把这个街上 一攻白棋 这时候再走 就来不及了 因为再走这个 它就 补在外头 你吃 它街上 你跑出来 它全体吃你 这时候来不及了 而黑棋呢 可能是没看见 也跟着走 白棋接 黑棋吃 黑棋先沾了一个 黑棋先沾了一个 再吃 这时候白棋 放出来了 因为没有地方 可走了 决定了这盘棋的胜负 黑棋接上 不能吃这个 白棋跑 黑棋接 那么黑棋是 现在拖鞋抢了一个冠子 抢了一个冠子 那么 白棋接住 黑棋 冲过来 是这样吗 沾这个 黑棋沾这个 白棋把这个给切住了 其实这时候 接不接这个 这个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个跑出来 白棋的空已经明显的多了 那么 这个一接的话 那就是更是 最后的一锤定音 好像足球的临门一脚 这一下把球给踢进去了 这个黑棋没办法 因为这个 必须接 不然从这一叫吃 一起吃了 一接他一打 也没路了 这关棋呢 到这儿呢 黑棋就认输了 那么我也在这个 这一届的天原赛中呢 以3比1战胜的 这个 马耀车 卫免了这个 天原的冠军 这半棋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 这个局部 还是非常巧妙的 请大家 自己回去 好好体会一下 感谢观看